好,那再來就到這個果菜市場 因為我還是要幫M嫂買小黃瓜喔 好,都有這個各式新鮮的海鮮 好,哇跳跳,哇跳跳 吃下去也會活跳跳嗎 開玩笑的 看起來就相當的讚 好,仙科150 唉唷,黃金錢 這家也是不輸給冰江市場的東西的多喔 好,偶密抖回來齁 現在有四面佛 希望這個保佑我跟各位粉絲都平安健康 好,偶密抖回來齁 好,那就繼續逛下去了 哇,跳跳,哇跳跳 唉唷,唉唷 真的有跳了一下 好,這個海鮮都相當的新鮮 好,有跳躁 這一攤人好多喔 所以代表這個 天移又好吃了 好,好,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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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月應該是一斤二十 休了 開心 好那在這個廠長就可以看到很多婆婆媽媽 牛羊肉店 南北雜貨 最重要還有這個蛋 還是 快餓 下個一半要漲了 下個要漲 感謝又要再漲 不要再漲了 再漲受不了 錢已經不太夠用了怎麼辦 這一攤人比較多 那等下就跟這一攤買 好 那個小黃瓜 okok 小黃瓜要多少 請問 一根 一斤四十 對 這個 這個 這個四十九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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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黃瓜要多少 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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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錢 人這麼多應該是 這家很好吃的 6 4 8 這個要減肥一次吃個夠 okokok 這筍子也可以 他不足筍子 他只要黃瓜 他只要黃瓜 五十九 燙啦 五十九 好北 什麼 35 沒有 通通通 好 謝謝 他們是台灣的 好這一攤 這個生意超級好 可以認得這一攤 就在這個 三人肉鬆店的旁邊 三人肉鬆店 好 好那我就先逛一側 然後另外一側是 還沒有拍 或者是 看狀況 好 好 好 生意超級好 有傳統市場 生意就不錯 好上次正版有一攤那個 賣飲料的我覺得很親切 但是現在應該是不見了 差不多在這個位置 原本有個賣飲料的年輕人 很親切 然後飲料也蠻好喝的 不過後來就再也沒碰到了 好這個是傳統的雜貨店 金牌月小獅店 好看起來也不錯喔 好只要是小獅店的話 都是有興趣的 好走到這就是因為我想要造另外一家這個 嘉義火雞肉飯喔 這家火雞肉飯真的很好吃 很久沒有來了 不過現在我當然是吃不下 就過過眼睛的眼影 好這家在菜市場也是非常值得吃的 看這個火雞又那麼新鮮又大怪喔 好那這一家也是我媽媽的愛店 好那這邊就是這個很傳統的雜貨店 然後各式的餅乾 好這個乾貨類 好韓國泡菜 哇車子來了啦 柚子茶 韓式辣醬 好那這個傳統的這個雜貨店已經很少見了 好光照過那台車啦 所以有一小段沒有照到 這家也好多人買 雞心紅棗 唷 還有賣很稀奇的 有賣薄荷耶 一斤三十 薄荷 應該是西餐的香料 好這個里雞肉 好這個 這攤生意很好 總之跟生意好人買就沒準備過了 好 Let's get out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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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好久不見了 好那這一家就是這個 買雞肉回去煮雞湯 然後那個M嫂非常喜歡的店家 你好 好早 好那個 好這樣 好那 那 報我的名字還是買的話 大概就一隻雞只要250 老闆沒有表示一件那就是同意了 哈哈 一隻雞250 哈哈哈哈 我開玩笑的啦 我是開玩笑的 不要當真 但這個雞肉很新鮮是真的 說笑虧了 好那是粉絲店家 就希望各位朋友多多支持 他就是在這個 德聖生鮮情肉 招牌在上面嗎 不好意思 需要老闆的引導 因為招牌不是在我們常見的位置 叫做二頭台雞店 負民市場 好謝謝 好那老闆 加油 過一大滴溫湯很好吃 好那這家雞肉個人 有吃過 所以覺得非常的美味 就等各位朋友來品嘗 好那謝謝這個 謝謝熱情的老闆 好那就繼續拍下去 謝謝 好那就買兩隻雞腿回去 讓M嫂淨補一下 謝謝喔 好那這邊的店家都很熱情 讚 好那兩隻雞腿 好那暴走 好那 好那幾個 可以看到這邊的菜都非常的新鮮 這邊是賣豆干類 這邊雞的話就是有清除的價格 這個大腸和他麵線 不過他這邊擺的是包子類的 這個現炸的雞卷一定是美味好吃的 喔 好香啊 还有1-2-2-3-5-6-9-1-2-3-7-8-1-2-5-1-2-1-3-2-9-2-1-2-1-3-2-1-2-1-2-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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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1-3-0-0-1-1-2-3-2-1-3-1-3-1-3-2-1-5-4-0-1-4-1-0-1-2-1-0-1-2-5-2-1-4-1-0-1-5-1-6-6-0-1-0-1-0-1-2-1-2-1-2-1-1-0-1-1-2-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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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 這邊是排骨書啊 各式炸物 那如果走的比較快點就不好意思啊 因為有時候我後面還有人就不得不走 肥自自的大廠 好新鮮的豬肉 各式大小的小卷 這個大活蝦 大活蝦 吃下去就會哇跳跳哇跳跳 哈哈 哈哈哈哈 只要花兩百就好啊 兩百就好了 先開兩百 哇這個菜市場就是 生意超級好 今天應該是人生也算多了 東西也很多 好 各式的放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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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人建議的話就是買蝦子還是買活的比較好 我覺得啦 魚非常的新鮮,一隻才130,很便宜 在菜市場就什麼都有啦,像這個食材的保固一樣 這家感覺聲音非常的好 再來是這個小菜類 這家是專門賣毒粉 這家的紅糟餓很好吃喔 已經歷史很悠久了,創立民國65年 好,各式的乾貨 好,哇,跳了,哇,跳了,哇,跳了,哇,再一起跳,再一起跳 好,這個是黃金蟹 好,這家也賣sashimi 綜合生一片 好,這邊也有一家餛飩麵,我都快忘了 上次說要來吃,結果後來就忘記了 現在是不能內用 沒有內用過 沒有內用,好 如果說 現在疫情下降的話就可以內用嗎 如果說疫情下降 要等疫情有比較好一點 我們才可以內用 噢,好的 噢,好,謝謝 謝謝謝謝 好,那就下次來 面部的內用就比較 比較不好吃啊 好,魚很漂亮,鮭魚啊 有時候走比較急就會說錯了 好,這條箱子之前來過很多次了 好,這家就是這個中央滷肉飯 他說晚一點來的話 生意就賣的東西就都賣光光 看了說好像是都沒有 好,已經快賣完了 下次再來吃滷肉飯 今天我比較晚來都賣光 好,今天走緊跟吃東西的影片就是分開的 那個希望各位朋友會喜歡 好,這家店的滷味很好吃 所以特地過來拍啊 這家店的滷味很好吃 上次吃他們的滷味是 便宜好吃又美味 然後又香香辣辣的 好,香噴噴香噴噴的啊 好,對對對 好,總之這個滷味都很美味的 就等各位朋友來品商 要太漂亮一點了 這個漂亮的裡面要太漂亮一點 麻煩擺個POSE 我要啦 你看我給你們看 OK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好 掰掰 真的齁 你的粉絲有來 這樣齁 如果我的粉絲來就每個人 就只有10塊錢齁 哈哈哈哈 沒有開玩笑的啊 好 掰掰 掰掰 好 再來就回家了 我要再買蛋回去 既然蛋要漲價就趕快買蛋了 豬頭喔 沒有罵人 那真的是豬頭 好 這個青草莎上次講說 希望我不要拍到他 所以我就趕快走過去了 喔 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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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再來就稍微會走快一點點 掰掰 掰掰 這家滷肉飯也很好吃 但是要少點來吃的 然後他們家隔壁的水果也很好吃 可以參考一下 剛剛聲音也不錯 好 剛剛就重複講過了齁 這個菜市場是這個食材的保護齁 現在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食材 還有這個美味的小吃 他只是說 用餐環境會比較普通一點 好 那這家的東西看起來還不錯 下次有機會會來試試看 生意還蠻好的 剛剛我應該都是拍左邊 所以我現在換另外一邊拍 3點110 下方去拿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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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這擺帶魚多麼的美 好漂亮 大城燒雞店 30年老店 大城燒雞店 這個雞肉看起來也是非常的漂亮 這家的雞肉的雞動已經掛在雞腳旁邊 這家的雞肉感覺上就很好吃了 這家的雞肉感覺上就很好吃了 157 豬肉攤 生意好好 生意很好 代表這個東西一定是很美味的 好這一攤就是有這個剝好的蝦人 然後白蝦 特大白蝦 大白蝦 那每個價錢都標得很清楚 巨大 聲音也蠻好的 啊 這家也是生意店 呃 感覺這家生意店看起來比剛剛那個更漂亮 剛好有人走過去 出軟補雞蛋 吃吃蛋不大Q的蛋 大家都要搶雞蛋 好這排我就沒有辦法逃過去了 都是車子的 這也是標示的很清楚 感覺很新鮮的 吃下去之後 吃下去之後就讓這個弱男子變成男子漢 Super power 這一攤的蛋蛋也很多啦 吃蛋不蛋然後都不說了 好這個素油飯 OK 好這就拍這個馬路邊了 還要花花草草啊 好,那就希望各位朋友會喜歡這個走景的影片 那從外面的話就是稍微比較,算是走馬看花 這比我看起來很漂亮 三里一百,真漂亮 來,葉花葉好吃的喔 最後一斤 好,那這樣就差不多了 那就走到這個剛剛我的粉絲的店家 買雞肉就買這一家 好,謝謝 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愉快 然後逛菜場逛開心買當喜歡的食材 就是這一家雞肉最好 好,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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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